珍妮简直懵逼了 昨天是她13岁的生日 然后今天一大早起来 她就成了这样 关键是还有一不蔽体的科体男 在自己家里乱窜 这个货竟然还觉得相当理所应当 老田爷 如果她有罪 法律会制裁她 没必要一大早就让她长真眼吧 还有 这应该是13岁女孩的身材吗 故事得从昨天开始说起 珍妮已经拉了她的13岁生日 以及小学毕业舞会 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出众的女孩 不漂亮 有牙套 发育碗 除了有一个小跟班小王之外 简直毫无竞争力 但是年少不知竹马好 偏把渣男当成宝 珍妮满脑子就想着 和学校最大的混混搞在一起 珍妮还总是想和学校里 最酷的该溜子姐妹团混在一起 拼命帮团长当牛做马来刷好感度 结果外人用准后跟都看出来了 她是一个工具人 她不顾小王的阻止 硬是出钱出饭地邀请整个团 来为她庆祝生日 小王虽然喜欢摄影 而且手工也做得贼好 给珍妮的生日礼物 是她精心做了整整两个月的梦寒屋 梦寒屋上还撒上了 小王专门给她准备的愿望粉 虽然她很满意 但是备胎的概念 已经在珍妮心里萌芽了 反正小王永远不会离她而去 等她浪购了 这个男孩永远都会在她的身后等待她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就好了 小王回家拿她的电子琴去了 而此时此刻 坏心眼的团长决定跟珍妮玩一个游戏 七秒钟一出游戏 珍妮蒙上眼 进他们家壁橱里 然后外面一个男生进去 七秒钟之内 他可以对她做任何事情 珍妮还以为男神会进来 结果没想到团长和男神都是一窝黑 都想看她出洋相呢 最后进橱柜的人 是小王 珍妮觉得自己和小王十指相扣 这种事情实在是太丢人了 于是她许了一个愿望 她要变成三十岁 她要变成三十岁的成熟女人 她不要再和这帮人一起听他们的羞辱了 于是她一觉醒来 心愿达成 她三十岁了 家里的科体壮汉 吓到她之后 她疯了一样地冲出了家 结果发现门口竟然有一个 陌生美女带着辆专车来接她 原来她是这个寸土寸金纽约成立 著名女性杂志的高级编辑 而身边这个女人团长 是她最好的朋友 也是她的直商伙伴 的确 对于一个三十岁的女性来说 她的成就无可匹敌 她甚至认识了很多的明星 并且和他们成为了酒肉朋友 一脸懵逼的珍妮 现在还不了解情况 这周围一票都是陌生人 她很快让助手打电话给老爹老妈 却发现她自从去年圣诞节 就没有再和他俩见过面 除此之外 爹妈双双出国旅游 从来不叫她 那剩下全部的希望 就放在了小王身上 珍妮很快找到了小王的公寓 她完全变了一个人 再也不是一个小胖子 还坚持儿时的梦想 成了一名摄影师 她对珍妮的到访 非常惊讶 珍妮越来越搞不清楚状况 小王可是她最好的朋友啊 为什么两个人 能保持高中之后就断联呢 这个简单的问题 戳中了小王的X点 她只是苦涩一笑地 将她给送回了家 高档公寓的大门 让她不太想进去 只是尴尬地说了再见 但是珍妮的召唤 让小王停止了脚步 珍妮迫不及待地 翻开了他们的高中毕业册 这十几年的变化 实在是让人惊叹 她从牙套卖变成了大姐大 和团长成了好闺蜜 还成了同事 她还成为了舞会王后 和男神在众目睽睽之下 跳了舞 相比于明星珍妮 小王简直就是个小透明 这样简单 但是让人心酸的原因 让两个人越离越远 形同没路 再加上 现在心智只有13岁的珍妮 根本不知道 30岁的她已经变成了 一个壁池 货真价实的壁池 当天晚上杂志设办舞会 这种场所 简直是13岁女孩最爱的 晚上还有专门的家长车 来接她这个大功臣 毫无疑问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小王肯定是喜欢她的 所以才会在 自卑感爆炸的资本家舞会上 出现在人群中 就为了看她一眼 珍妮当然是玩得超嗨的 哪有出头女生 不喜欢这花花绿绿的派对的 更何况好吃的东西还那么多 更更何况 还都不要钱 她还可以把吃完的垃圾乱丢 毕竟人家只是一个 13岁的小丫头嘛 但是 全场玩害的人 应该只有珍妮一个人 因为主编这个弯的 中年老男人的品位 实在是太奇怪了好吗 好在珍妮及时 气了点 好在她只有13岁 好在当时她一眼 就在人群中发现了小王 好在他们还没忘记 小时候就会跳的舞 这一场宴会 才得以快活地进行下去 珍妮虽然成为了大功臣 但是30岁的生活 她才了解了那么一丢丢 剩下的就从男朋友开始说起 她的男朋友是著名冰球运动员 拥有健壮的身材 和用不完的体力 还有一群 甩也甩不掉的忠实女粉丝 开头出现在珍妮家的男人 也是她 珍妮却在这时 恰好碰见了小王 带着她的未婚妻出现 尴尬至于她只想赶紧回家 在团长的劝导下 听到男朋友会带她回家 跟她玩各式各样的 游戏 珍妮就屁腾腾地跟过去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 这次真眼一定会长得更凶了 她简直无眼睛无了 一整个晚上 这个男人就是不愿意 把她的衣服穿好 很快杂志社出现了大问题 对头家的杂志 要比他们的多卖出去三分之二 而且对头家的杂志 每次都和他们杂志的内容差不多 但是人家每次发行的时间 都能比他们早 董事会已经下死命了 如果他们不能让这本杂志 起死回生 下个月初 他们全部都得收拾东西滚蛋 总编提议 干脆重做一本杂志 重新提一个全新概念 珍妮和团长都决定接手这案子 但是珍妮渐渐发现 三十岁的她的生活 好像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她的文章被很多粉丝大骂抄袭 每天骂她母猪的人数 拉起手来能组个演唱会 她竟然之前还和同事的老公 在办公室里大玩禁忌之恋 至于团长早就跟她塑料姐妹亲 很多年了 背后说她算计她的次数 每天都能打卡十次以上 她到底是通过怎样恶劣的手段 爬到这个位子的 她抛弃了良知亲人朋友 满脑子里只有钱荣誉和面子 十三岁的珍妮再也不敢想下去了 珍妮不知道她还能跟谁说 于是她再次找到了小王 她依旧没有将小王 每次都随教随道 当成福报 小王说 他们关系的破裂 可以追溯到她的十三岁生日 当时小王不小心参与了一个蠢游戏 不小心牵了她的手之后 她当时就拿她送给她的 那个手工模型砸打 从此之后 她就再也不理她了 后面的事情珍妮都可以想象了 一意孤行的欲望 追求者和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渐行渐远 也是迟早的事情 珍妮从来都没觉得自己这么可为 她想回到他们家的老宅看看 她甚至希望那个傻傻的壁橱 能带她回去 她没有等来奇迹的一刻 却等来了两年不见到老爸老妈 而无论如何 爸妈是不会抛弃她的 无论孩子犯了什么错 父母都会无条件地原谅她 何况珍妮只是一个急于求成的女孩而已 如果她的生活能发生改变的话 那就从这一刻开始吧 珍妮虽然是一个很有天赋的编辑 但是她需要一个让她眼前一亮的点子 但是就好像是有命运指引一样 她再次翻看高中毕业册 上面的那些照片 她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那又怎么样 退一万步想想 到底是谁能让他们和他们这么漂亮的 照片下方的名字无疑不是小王 珍妮大方地邀请来了小王 给予了重金让她帮她拍一组照片 只需要一个星期 珍妮从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 钱不能让她这么开心 偷情不会让她这么开心 和闺蜜耍心眼不会让她这么开心 追逐梦想和小王在一起 才会让她开心 很快就到了成果展现的时候了 团长交上来的打卷 让所有人都非常无欲 主编甚至在怀疑 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个位子上的 难道全靠脚后跟上长眼睛 这都不是重点 珍妮的方案简直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她没有用全纽约最顶尖的女模特 她找的是最美的普通人 就是身边的你和我 她们的努力 她们的美好生活 她们的快乐 才会让所有女性读者感同身受 我们要帮助她们寻找到 曾经丢失的美好 曾经的自己有多棒 这才是让杂志充满灵魂的办法 就算没有这段BGM 我也知道团长惨败了 坏人就是如此 她从来不会失败 找方法 只为失败 找理由 她认为 她这初期至上的想法 没成功的原因 都怪珍妮是个贱人 所以她大啦啦地跑进了 这个女人的办公室 随便乱翻别人的东西 这一番不要紧了 一番就直接上天了 这次恶毒女配 终于要翻身了 她不仅发现了 珍妮最大的秘密 还顺便对赶过来 要工资的小王 放了一连串的屁 她对小王说 对不起啊 珍妮这个女人 就是个该死的绿茶 她还是觉得 你的摄影技术差了一点 但是她不要你 我要你啊 你可以把你的这些摄影项目 都转授权给我 我会给你一笔丰厚的酬劳 之所以小王想也没想 就签字了 需要钱只是一部分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 她的自卑 或者在她心里 珍妮一直都是一个 使乱中期的女人 珍妮再次回到公司的时候 才感觉自己 已经错过了一个亿 团长将她所有的创意 都发给了对头的杂志社 顺便跳槽过去当主编了 珍妮最后一次和她对峙 团长终于说出了 她的惊天大秘密 珍妮从来都不是什么好鸟 这已经被坐实了 但是她永远都想不到 30岁的自己 竟然坏到了骨头里 原来是她一直在收钱 把每次他们讨论出来的创意 提前告诉对头杂志社 团长这样做 只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 至于珍妮一直不珍惜的小王 今天也要在老家结婚了 故事也被推向了高潮 13岁的珍妮 绝对比30岁的她要勇敢 她掩人耳目 偷偷溜进了小王的房间 她哭着对她说道 正如你所知 也许你不知 我所知道的我自己 并不是真正的我自己 如果你明白我的感受 你现在就不会结婚 除非新娘是我 小王的反应出乎意料 我永远爱你 但是你没发现吗 原来一早 我们就已经选择了 两条不一样的路 我会继续前进 你也会继续前进 生活是永远不能重来的 所以我现在要去跟她结婚 珍妮抱着上面 沾满愿望粉的梦幻污脂模型 跑到了院子里 她在满脸泪水中许下了她的心愿 就在这时 她回到了当初 小王同样一脸懵逼地站在门口 而这一次 珍妮不会再放手了 故事的结局都是美好的 她终于珍惜了小王 而两个人也如愿以偿 成为了神仙剧女 这部2004年的奇幻爱情电影的剧情 不算特别新颖 但是很清新 很感人 故事中的女孩是一个幸运的人 她在30岁成熟 这年拥有了她孩童时所梦想的一切 她拥有了一份好工作 一个令无数女人嫉妒的男友 纽约市中心的高级公寓 一个体面的未来 当然这一切都是表面 所有的纸对金迷都掩盖不了 得到这一切所用的手段 她变成了一个自私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无所不用其机 说话尖酸刻薄 丢弃了一切美好品格的成年人 她在成长过程中 一步步成为了自己年少时 最讨厌的人 这是一种必然 但是人生从来都是一条单席线 我们没有机会重新来过 而我们的每一步选择 在冥冥之中 也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结局 正是因为这结局的未知性 才让我们每天努力地活下去 我们回不到13岁 把握不住 因为我们的愚蠢贪念 和碌碌无微而丢失了她 但是我们可以一直让自己 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学会珍惜身边的人 学会爱身边的人 这样等到60岁的时候 你就不会因为30岁时 做的选择而遗憾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请往几点按摩 转发关注哦